这台车在俄罗斯已经成为爆款了 玩硬派越野玩的最好的是谁 一定是长城汽车 人家三年前就照皮卡起价 坦克500在销量硬派越野车里面 还是卖的不错的 如果你玩越野 买大梁结构非城窄水越野车 坦克500绝对是好车 甚至有些人不买丰田普拉多 也不买丰田库鲁德 就买坦克500 你们记住了 国内造硬派越野车 最可靠的不是比亚迪 是长城汽车 找人家玩皮卡 后来有哈菲斯救 有人说比亚迪呢 比亚迪的摇望U8方程炮武 都是带大梁的非城窄水车人 但是你记住 同样都是非城窄水带大梁的越野车 人家长城家的是在传统的机械基础上加了电机 主要的结构还是以机械为主 油为主 但是比亚迪他们是让主要的驱动是电机 你电机玩高速行驶可以 但是玩低速玩越野是不行的 因为稳定性不如机械 玩低速越野的时候 你电机一发热就完了 还得是看机械 目前坦克500有两个版本啊 一个是纯油的 一个是插电式混合动力 绿盘的 纯油的搭载超能自主研发的重置三点零体 大V6松波轮增压发动机 钢内支喷 而且这款发动机采用了米勒循环技术 带四发轮轻微系统 带三把插出锁 前中后插出锁 全部都是硬连机啊 不仅前轮和后轮之间可以进行 动力的分配 而且左轮和右轮 也可以进行扭力的 扭矩的一个分配 这台车 那这块呢就是非常牛了 非常适合玩越野 通过能力非常极为强悍 坦克500这台车 在俄罗斯已经成为爆款了 这台大V6的能爆发出 峰值扭矩超过500以上 电机还能给它辅助 十八幅幸运 再说一说坦克500另一个版本 Half T擦电丝混合动力 它的出现就是为了 城市代步省油 我买这个车子 我很少去玩掠捷 几乎都是城市市区代步 是不是 那常规的三把插出锁 六把插出锁后会高 对吧 在传统坦克500基础上 匹配了电机和电池 然后把V6发动机 换成了二把插出锁器 四缸机 那有人说是不是就不好了 不不不 它的底盘结构布局 都是一样的 只是缩小了发动机的排量 加上了一套油电 混合驱动系统 加上了P2电机 可以辅助发动机爆发力更强 主要是在市区代步 转转停停 有P2电机的加持呢 要比30T的坦克500 省很多油 因为电的总化 热效率能达到95% 而发动机的热效率 能达到49% 那么用电去驱动呢 动力又强 又省油 又安静 又舒适 是不是 所以说这辆款车呢 经常700越野 坦克500 大为600 就是偶尔西版越野 基本上全是市区代步 省油 是吧 飞车车车车大量级的 温度吗 900 F2T 差点是红动力 都很成熟稳定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去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